我們連日發現 在元朗合憶街市附近 有幾檔賣蟹的走鬼檔 他們不約而同 都是由東南亞國籍的男士擺檔 大家都是用幾個竹樓 又或者是交樓賣蟹 一萬二十 日本十元一隻 當然啦 多人生氣嘛 嘩 這位女士就厲害了 一次過買了三百元蟹 真是大手筆了 歡迎繼續收看一線搜查 由今天開始 政府核下的公眾燒烤場會陸續重開 原來公眾燒烤場由2020年7月開始關閉 已經超過八百多天了 燒烤場停開了那麼久 預料重開之後 就會成為熱門的假日好去住 到時就一路難求 有網民就問 有哪些燒烤場可以以些霸佬 有人就說是屯門蝴蝶灣公園 因為那裡有八十個燒烤爐 是全港最多的 但香港有這麼多燒烤場 不用擔心不夠爐 而最近我們就發現 有一條行人路竟然失滿雜物 令途人無路走 我們一線搜查一向鑽孔鑽 深入各個社區 將社區問題逐一找出 逐一拆解 之前都發現不少社區問題 包括快跌下街的冷氣機 阻塞道路的建築廢料等等 都得到市民和有關部門的關注 這次我們又發現了 集物阻塞行人路的情況 比起之前的誇張 連少許位都沒有留給途人 地點就是油麻地的熄龍里 真是有沒有搞錯 條路是被人走的 不是被人擺東西的 為何可以擺到這麼過份 都沒有人理 究竟食環署去哪裡 為何沒有派人去處理 究竟是甚麼人將雜物放在這裡 當成私人迷你倉 令途人被迫走出馬路 你又於心何忍呢 如果發生意外 是否由你負責 有車經過的時候 都別說不牙煙 希望有關人士盡快清走這些雜物 還是市民一條通道 香港人生活忙碌 有很多夫婦都沒時間煮飯 被迫要出街吃 有調查發現 有超過四成的女性 是不定期下廚 甚至有5%的人 是從未入廚的 不過原來女性式煮飯 在兩性關係裡面 都挺重要的 有超過八成半的男士 就喜歡另一半下廚 對我來說 煮飯沒甚麼難度 反而買菜最難 又要便宜又要漂亮 真的很難選擇 最近有市民報料 說元朗有便宜蟹賣 放假買海鮮 煮幾尾當然是正 不過如果在街邊 用竹窿裝著的蟹 你又夠不夠膽賣呢 我們連日來發現 在元朗合憶街市附近 有幾檔賣蟹的走鬼檔 他們不約而同 都是由東南亞國籍的男士擺檔 大家都是用幾個竹窿 又或者是交樓賣蟹 我們目測到一螺蟹 最少有30隻 在面頭那些蟹還好像幾三萬 吸引了不少人去賣 這位女士就厲害了 一次過買了300元蟹 真是大手不辣 在細心觀察之下 發現這些蟹有貨運貼紙 那不知道蟹又是來自哪裡的呢 20… 這位女士就厲害了 一次過買了300元蟹 真的大手不辣 在細心觀察之下 發現這些蟹有貨運貼紙 不知道蟹又是來自哪裡的呢 20… 來自菲律賓 對 20元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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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來自菲律賓 真的嗎 剛才看的蟹應該屬於海水蟹 類似肉蟹那類 但一般來說 應該屬於東南亞海域那邊 或者說遠一點的地方 也不奇怪 因為現在中國的漁船 其實跑得都挺遠的 是 那這些蟹在香港找不找到的呢 這些如果要找 應該都是在漁市場那邊 即是漁南或者什麼 香港仔 羅浮山這些地方 看有漁船出入的地方 看有沒有機會找到 那如果一隻蟹賣10元 20元合不合理呢 我感覺到就不太合理 現在賣的那些山兩幾個蟹 圍到一百隻 被兩千元的運費一槌 都剩20元一隻 相信有去開街市 買新鮮海鮮的朋友都知道 又哪有可能10元一隻蟹這麼便宜 不會買的 是嗎 因為它買10元20元 你會不會覺得太便宜 便宜的就是不敢買的 真的 好像這個這麼便宜 我也不敢買 但你覺不覺得 吃了這些會不健康 都不會的 它洗得乾淨一點 OK的 但是你不怕它這樣 如果買又不會買不新鮮 買又買一些很漂亮的 裡面很動的蟹 對 這些不新鮮 你見到這些蟹的話 你會不會去買 不會 為什麼 我不喜歡的 很恐怖 你覺得吃了下去 會不會不健康 當然是不健康 是嗎 很痾 很痾 有胃痛 你見到這些蟹會不會買 不會買 為什麼 我覺得很骯髒 好像沒有店鋪 因為你在街上這樣賣 一定不會 是 因為它賣10元 20元 你會不會覺得太便宜 是啊 太便宜 太便宜 但你覺得 吃了下去會不會 對健康很有影響 這些蟹 是 我覺得它 不知道從哪裡來 變成 裡面又吃了些什麼 那蟹 我不會嘗試 這件事 都是覺得它很不新鮮 沒有牌那些 我更加不會 你覺得正常的蟹要多少錢 喂 一隻 是啊 你看什麼蟹 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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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成夠水 對 那這些十元二十元 不用了 想都不用想 沒可能的 沒那麼大隻 對 你見到這些蟹會不會買 什麼蟹 不會 我不會買 為什麼 我覺得這些蟹是很髒的 我不會買這些蟹 因為這些蟹是街邊當的 賣成十元 二十元一隻 你會不會覺得太便宜 是啊 是便宜一點 你覺得正常 平均一隻蟹是多少錢一隻 其實這些蟹 我剛剛才買了 是 六十元一隻 是 真的很遠 是啊 這些就是六十元一隻 如果這些蟹 十元一隻 我不會買 太便宜了 你覺得這些蟹吃下去 會不會對健康有影響 肯定有 肯定有 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它養得不乾淨 隨時會吃到潮胃炎 那些 香港人就出名喜歡吃海鮮 不過處理海鮮就要小心了 早前有一個港南買了賴尿蝦 在煮之前就想跟它打卡 誰知道就被一隻賴尿蝦割傷 無論是處理還是吃海鮮 都要小心 因為吃到不乾淨 不新鮮 或者未煮熟的海鮮 都會對健康帶來很大風險 你們就聰明了 不會貪便宜買來吃 因為戀吃不明耐力的蟹 是有機會食物中毒的 都聞不到 很大股異味 是 我都聞到 那些蟹至於為什麼會臭呢 應該因為牠已經死了 甚至乎牠的內臟 牠的肉本身已經開始腐壞 而有一種腐爛的氣味 應該就不適合食用了 這樣看下去 蟹是否已經死了很久 其實看下去也是 包括牠的殼顏色已經開始暗啞 還有一部份蟹 牠的眼睛都已經收縮了 不見了 代表蟹已經死了很久 水分已經開始乾了 那一般蟹有些細菌 其實一般生的蟹 甚至乎是一些不乾淨水源的蟹 有機會有寄生蟲和細菌 例如很普遍的肺吸蟲 是一隻寄生蟲 亦有機會有霍亂糊菌 有腐溶血性的糊菌 在蟹裏面 如果我們拿回去沒有煮熟 或者你只是拿酒、醋 幫它醃來吃 完全沒有殺菌的作用 吃了就一定會有食物中毒的風險 如果給長者或者孕婦 或者小朋友吃 這個風險就更加大了 食物中毒的反應就更加嚴重 當中敏感當然包括 令我們有呼吸急速 皮膚有泛紅敏感的反應等等 這些都是吃了不新鮮的海產 有機會出現 煮熟它之後就會好一點 其實基本上我們煮熟它加熱 其實就可以殺死一些寄生蟲 殺死一些細菌 但問題就是有時消費者 例如打火鍋 或者它蒸這些海產的時候 它未必真的100%肯定它熟透 或者它想去吃到它很鮮味 就蒸到它剛剛好 那就有機會有些是不生不熟的情況 這個就稍微危險了 或者你都看到它放在魚檔那裡 放得很久了 表面都乾身了 那些呢 你就盡量考慮不要買 因為可能它已經放了很久了 不新鮮 甚至乎有其他的食物安全風險 也有醫生說 亂吃不乾淨的蟹 有機會引發急性病 如果吃了這些受污染的蟹類食品 有機會引起一些急性腸胃炎 症狀包括 肚瀉、腹痛、嘔吐和發燒 一般這些症狀都是輕微的 大概三至五天就會完全康復 不過如果這些情況發生在小朋友 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者 他們的免疫系統比較弱的人士 這些症狀可以很嚴重 嚴重到可以脫水 不過如果這些肺吸蟲 去到我們的肺部的話 有機會引起一些慢性的炎症 令到我們會有一個長期的發燒 咳嗽和胸口痛 嚴重的可以去到咳血 而這些肺吸蟲 除了影響我們的肺部之外 也有機會走上去我們的腦部 引起一個急性腸胃炎 其實買便宜的食物都是人之常情 不過買的時候 就要留意食材的質素 總之大家記住 吃甚麼都要小心 好, 很好 好… 開 TV,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